这两天有狂欢节 这是人们在公共洗手间在这排队等候 老美这边的公共洗手间就是个笑话 那边有应该是加勒比海 拉丁美洲那边的人 他脑子上顶着两大食品 狂欢节它也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们的一种倾注 这种小雨应该不影响 你看它这是脑袋上顶着这个东西闻丝不动 它怎么掌握平衡的呢 它竟然不掉 看顶着这么整整齐齐 闻丝不动 一点都不平衡不要倒的意思 对吧 很神奇对不对 它这个颈椎能受点吗 按理说它不符合颈椎的摧热程度 你看 就直接顶着它一点都不倒 它从小就练吗 一个是颈椎会受损吗 你看 它们的头发不会磨掉吗 这 哎呀呀呀呀呀 这发挺神奇 它怎么样长发这平衡的呢 是吧按说人的颈椎是非常脆弱的呀 它们没事对吧 你看这俩人真厉害呀 你看就温丝不动这样顶着 它也不掉 它也不偏 也不用担心它掉下来 这是童子弓吧 从小就练出来的功夫吧 咱们做不到 咱们这个颈椎这么顶起下错位了 它们没事你看 泰然自热 什么都不影响 是牛啊 是个猛人呐 不服不行对吧 是个猛人 哎呀 钓个芒果 哎呀又钓个恶鲤 又钓个芒果 这下厉害啊 是厉害啊 不服不行 还挺沉其实 它这个 它们也是 拉丁美洲人吧 它们在这买早餐可能是 是买什么 是猛吗 不服不行吗 这是拉丁人 它这个早餐 这早餐这边 是猛了 我看看啊 我到这边看看 我看看这个拉丁 拉丁美洲人 这个不有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节吗 防欢节 今天也没有活动 我看一下 应该是明天 有正式的活动 今天 是不是有预演呢 今天 等他们买了早餐的 我现在等这个路口的 这个红灯 这一个华人老父 在那招手 公交车也没给他停 没给他停啊 开公交车的是个黑哥 这个黑人司机 没给他停 没理他 你看 我从这边过 这边 这边有 印凉啊 从这过 我往那边溜滴一圈 往拉丁人的核心去 溜滴一圈 看看今天也没有什么活动 有活动的话 九点多会有吗 这么早会有活动吗 应该不大会有 对吧 那走一走 看看 看一看 看一看 昨天睡得比较早 觉得不错 是昨天收到了 美国版的拼多多的包裹 本来那个包裹吧 是打算 去 纽约之前能收到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带上它 因为到那边 订了酒店嘛 我想 我在拼多多上 买的床单 到酒店呢 能够把自己给保护起来 还有枕筋 更早的时候买的枕筋 你看这不是铁码吗 准备 为了狂犯节做准备的 但是 我推算了一下 如果 我去纽约的 行程不取消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在 启程之前收到包裹 正好晚到一天 对吧 昨天收到之后 迫不及待的打开了 有点小失望 因为 它那个不是平的床单 是那种 带着送紧带的床单 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展开 不过也行吧 两个床单嘛 我就一个给它铺在 电视毯上 另外一个 把跟被子隔开了 我把我之前那个被罩 摘下来了 也该洗了 然后枕筋 也换上了 枕筋是更早的时候 其实平平都是买的枕套 那个床单是 四块七毛七一个 是以前 美元 然后我想了想 哎呀 可能是我搜的不对 关键词不对 我搜的关键词是 Bed Sheet Bed是床 Sheet S-H-E-T 不对 后来我就搜 叫Flat Sheet 因为我更早的时候 买过一个白色的床单 是那种平整的 但是那个可惜 那个商品已经下架了 点不开链接了 当时的关键词是 Flat Sheet 平的床单 F-L-A-T 平的 然后还有的标志什么 Without pillow case 不带有枕头 套 P-I-L-L-O-W 枕头 case是套 盒是吧 C-A-S-E是盒 套 我就搜一下 Flat Sheet 按照价格排序 有六块多的 七块多的 七块零几分的 七块零几分的 六块 我就买了三个 好像现在 拼多多是 必须买15美元 才可以吧 好像没有什么活动 对吧 没有什么活动 没有什么活动 你走了 我还原路返回吗 还是从这边走啊 好像没有什么活动啊 没有看到他这 有什么什么活动 然后来边走的吗 然后我又下了订单 以前吧 只要满10美元 拼多多就包优 而且如果 收到这个商品不满意呢 就是退款不退货 对吧 但是后来呢 好像涨到15美元了 必须满15美元才包优 而且你要是 对商品不满意呢 必须得退货了 就是由最开始的大手笔 然后到了后来的 逐渐收紧 因为拼多多上面的商品 确实是非常便宜 好像据说 他们商家不怎么挣钱 只是 比如说有些广告商 会在拼多多商家 发货的时候 跟他们说 你能不能够 在里面加一张小卡片 上面什么什么 网络游戏的广告吧 对吧 这样的话 老美这些顾客 在收到商品的时候呢 可能会扫描 这个码这个码的 去玩这个网络游戏 对吧 其实通过这种的 能够挣得一些广告费 这种的 实际它的利润 好像并没有 存商品的利润 应该是没有 其实拼多多 我现在买东西 主要是在拼多多上买 什么一倍的 亚马逊都完全忽略了 最开始我在亚马逊 买 后来 有一倍的 在一倍上买 买了大量的字典 有拼多多美国版的 在拼多多美国版上买 昨天下了个订单 又买了三个 三个那种平的 那种flat sheet 平的这个单 有更便宜的是五块多钱 但是是黑色的 不行 我还是不买黑色的 买那个浅色的 就是白色的米色的什么的 然后花了二十美元多点吧 加税 就行吧 已经下订单了 估计可能过几天收到了 所以说我这两天 把昨天拆下的被罩 给他洗一些 枕筋洗一些 还有之前版 这个白色的床脑 给他洗洗 对吧 然后要注意 这个身体健康了 对吧 把这个居住环境 好好改善一下 前天晚上 扔了一堆东西 包括 在阳台堆着的一些什么 什么什么 小铁框啦 什么的 还有什么 这个那个的 繁殖症了不少 后来想着 昨天想着接着扔 但是昨天困了 吃完东西之后困了 就睡了 现在我就是 努力的在调理身体健康 然后大坝那边 这几天要去北京 打疫苗 对吧 我父母那边 我爸买了一个 在拼头堂上买了一个那种 拿脚灯的那种门西 就是可以调高矮的 有一个旋钮 花了13块多钱人民币 还不错 所以现在拼头堂确实是很厉害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中国的一些APP 一些商业模式到了美国之后 可能就直接把美国卷的 就直接没变没样了卷的 然后 我屋里的之前不是有几个 那个铁的像小栈蕾一样 我也扔掉了 之后把那个捡的这些桌 拿到屋里的用 感觉不错 感觉清爽了不少 地面 地面我想象 再拿一个纸壳 拿一个纸壳 扑到地上就行了 对 我现在把这个居住环境 好好改善一下 再有就是 怎么着 怎么着把这个头发理了 头发给它剃了 有点痒 有点长了 从这走吧 没有啥活动 今天没有活动 现在已经是九点多 九点半多了 应该是 九点四十了 应该是今天没有什么活动 应该明天是活动的重头戏 对吧 哎呀 纽约之行有点可惜了 被这个感冒给搅黄了 但是也促使自己人间清醒 觉得自己这个年龄和身体状况 不能这么想着 说十一远方了 往远处溜达了 就在旧金山溜达吧 然后我在旧金山的 Clipper 公交与卡通 Clipper C-L-I-P-P-E-R 就是公交卡吧 我不是给它转到手机上了吗 转到我的三星手机的APP上了 下载了一个Clipper的应用程序 然后以后刷这个手机就行了 里边还有132点几美元 我想这么多钱好像基本上用不上 我就查了一下怎么样把它现金退出来 最后查到的结果是 需要在网上下载一个表格 之后呢 把这个卡卡片 跟这个表格一起优给他们的一个什么地址之后 它会在一个月之内 给你写一张支票优给你 写一张132的支票优给你 是这样的 有点繁琐啊 所以说 网门这边好多东西 其实确实是不方便啊 不像咱们国内 其实可以有大半点什么的 这个还得优啊 所以觉得麻烦就不管它了 在里头放着吧 哪天去 伯克利 去伯克利玩一圈 那个大学还没去 另外 坐船去附近的几个岛 因为在 军金山多口大厦那块不有船吗 还没坐过呢 那都可以刷这个卡嘛 把这个钱花了吧 对 然后 我之前 在美国这边律所的同事 我听其他的 律所的客户说 他已经离开之前的律所 单开锁去了 后来我 在网上查了一下 哦 确实是 他现在在盛河赛 还有在 Planstain 对吧 Planstain 对吧 就这个地方吧 然后有两个 有办公室啊 也为他高兴吧 那也是做移民方面的 以前我们坐对桌 七年前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在那个律所工作 我们俩最对桌 我们俩都是 当时都没有律师证啊 后来他考了 他考的纽约州的律师资格 他让我也考 我没考 我就做英语翻译了 做面谈翻译啥的了 我可能想把生活弄得简单一点吧 也希望他一切都顺利啊 然后他是好像比较小的一个锁啊 他和一个助理吧 希望他一切都顺利啊 也为他高兴啊 他终于是自己单独开锁了啊 他的能力非常强 我觉得 他是我认识为数不多的 华人里面英语非常棒的 因为他的第一学历是英语 之后又读的法律 跟我差不多 我的第一学历也是英语 后来读的法律 对吧 我的英语其实也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还是他的英语 功底可能更深厚一点吧 他在美国待的时间之间比较长 而且确实也很勤奋 对吧 一个帅哥 一个大个子帅哥 好久没联系了 今天应该是没有什么活动了 明天在这洗床对吧 然后我找着那个手机那个架 就是那种自拍杆 我得找着 到时候明天拍 狂犯节的活动吧 今天应该是没有了 阳台就算收拾出来了 还把一个保温筒扔了 扔东西啊 扔东西扔了就塑料水桶 那些米啊什么的 豆子了啥的 还有我的收音机 我也扔了 得胜拍收音机 其实原来用的不错 但是那个收音机功能太多了 不小心破了哪个按键 就启动了什么 自动开机模式 有一次睡到半夜 哗哗哗哗响 给我吵醒了 反正想把它取消 也不知道怎么取消 一大堆按键 想想 后来就每次把它听完之后 把它的音量关到最小 关到最低 这样的话就算是它 半夜突然闹腰 自动开机的话 也不会吓到我 结果因为 频繁地转那个 音量按钮呢 它那音量按钮呢 就轰轰轰打雷 就像之前那两个 索尼收音机一样 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就把它也扔掉了 扔掉了 我就想起来 之前在 拼动多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昨天给它鼓球鼓球 那个德胜收音机 用的是5号电池 后来在拼动多买的 用7号小电池 然后把电池给它放上 鼓球鼓球鼓球 还听到了 静静山当地的广播 听那个还不错 所以说还行吧 我觉得通过听收音机 可以练听力吧 大宝前两天 说爸爸我这个 英语单词 什么听不懂 单词记不住 我说爸爸其实听不懂 我说听的时候 也比较费劲 毕竟汉语跟英语 不搭尬 完全两种女人体系 就像水和油一样 它是分层 没法水煮交融的 我说这个确实没办法 我说爸爸其实也听不懂 或者说这么准确的说是 必须得是集中精力听 才可以完全听懂 如果说16号 不认真听 可能就听不懂 对吧 我说你就背单词吧 把单词背得熟一点 会熟精觉化 学习的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会 之后在此基础上变得更熟 对吧 然后是精 很精细 绝 出身入化 我说你现在可能只是会 谈不上熟 等你不但会 而且很熟 甚至很精 就到位了 它可能是 大宝是在会和熟之间 来会徘徊 我那可能在熟和精 之间徘徊 对吧 当然也有个别单词不会的 就是你曾经背过 但是又忘了 这也没办法 然后我看我爸发的群里 他买的半颗西瓜 反正是花了11块多 钱人民币嘛 这样的 反正跟国内这段时间联系的 相对少 二宝他们学校组织 孩子们种菜 我跟他拿个水壶浇水 他们老师把照片发的 班级的群里 其实有一次 我早晨还是半夜突然醒了 抬头瞅一睁眼睛 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好像是 或者穷途没路的感觉 突然觉得没意思 确实是觉得挺没意思的 突然 你说半夜突然醒了 对吧 那时候好像突然 人的情绪就 整个浪就失控 对吧 确实是感觉一种 走投无路 或者穷途没路的感觉 但是后来调整调整就好了 就是这种 华人在国外的这种孤单吧 对吧 就是确实这边 空气啊 食品啊 各方面可能会 是吧 似乎是有点 可能 环境来讲 宽松一点 人少一点 但是确实有它的 难以排遣的 这种寂寞孤独 对吧 人少 有些华人群体 比较 分散啊 而且其实这边 华人的情感 基本盘是扭曲的 这边华人在这 迫于账单的压力 其实很多都扭曲了 没有纯粹的什么情感 就像之前 我在 军金山市政府 那个部门上班的时候 那个上海籍的女士说 她在美国待了二十多年了吧 她说在美国 华人是找不到 真正的朋友的 她说的是对的 她对美国是 决定放弃的 不知道她有没有回上海啊 希望她也去顺利吧 所以说在美国这边呢 华人呢 只是活着 这个妹子不怕冷啊 这妹子 这还去着毛 她可能更冷吧 女人为了美 也真是豁出去了 对吧 也不容易啊 这天胡聊胡聊 再穿这个裙子 这妹子也不容易啊 辛苦了 妹子 辛苦了 大妹子 好 好